音乐 哈喽 今天是我们日更的第三支影片 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应该是现在超级实用的主题 就是圣诞节的时候呢 要送什么礼物 不管是给家人或者是给孩子 或是自己实用 那我今天来分享几个我觉得超级实用的东西 然后我觉得它CP值也很高的 那第一个呢就是如果常看我影片或是看我Vlog的朋友 应该都会看到我很常使用一款杯子哦 那我先来分享一下这个杯子哦 在这里 这个杯子的牌子叫Yeddy哦 它是一个国外的品牌哦 那很多人都说 诶可是凯迪你不是很喜欢星巴克的杯子吗 对我是很喜欢星巴克的杯子 可是星巴克的杯子以及它不管它是可以保温的杯子 我都觉得它的保温功能是有一点弱哦 我非常喜欢用很多保温杯 可是很多保温杯呢 其实它们的保温效果其实都很差 那我又是一个短时间内没办法喝很多东西的 不管是咖啡茶或者是热水 或者不管是什么东西等等 我就是没有办法很快可以喝碗的那种人 所以我就需要一个保温杯 不管它是保冰或是保温这样子 自从我发现这款Yeddy的杯子之后呢 扎扎实实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哦 Yeddy的杯子呢 它的杯子的保温效功能超强大 就是如果说假设我今天8点泡了一杯咖啡 可是我到11点的时候 它的温度都还是非常非常的烫哦 所以呢我就觉得Yeddy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那我现在基本上你只要看我的Vlog 应该都会看到我喝咖啡是用这个牌子的杯子哦 所以很推荐大家去买 那这款杯子 它的价格可能会比一般的保温杯 稍微再贵一点点 好像 我印象中好像是 不知道是四五十块美金左右哦 就大概可能一千块 不到一千块 不到一千块 应该我印象中它不到一千块 所以呢我觉得很适合推荐给大家买 买去当圣诞礼物哦 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 我之前介绍过的那个苹果的表带哦 如果还没有看过我的苹果表带的影片哦 请看上面的连结哦 苹果表带真的是一个超级实用的哦 尤其是 我相信台湾很多人都是苹果的爱 爱好者 那如果有用苹果手表的朋友呢 苹果的手表的一些表带呢 你也可以考虑哦 那因为我每一次带的表带 都很多人来做询问 所以大家可以看上面的影片 可以选择你喜欢的表带这样子 然后第三个呢 我再来推荐的东西就是蜡烛 我是真的超级喜欢蜡烛的一个人 我之前有推荐过的一款蜡烛 我先来推荐给大家看哦 就是这一款 看得清楚哦 这一款呢是台湾自制的品牌哦 它叫长室蜡烛哦 然后它的香味真的超级香 就是有很多人是点蜡烛会觉得说 诶我点好久 我什么都没有蜡烛的香味 就一直就有蜡的味道 可是没有蜡烛的香味 那我有时候呢 不太喜欢家里喷一些清洁剂 或者是放一些精油的东西哦 所以呢我通常都会放蜡烛哦 然后呢放蜡烛的时候呢 我通常都会选择比较有味道的 让整个室内感觉味道会比较香的蜡烛 就觉得进来的时候会觉得 哦好香好舒服的那种感觉 那我觉得尝试这一款蜡烛呢 真的超级推荐大家都 然后呢我会把它的连结放在下面 你们也可以 呃在台湾的话也可以去做购买哦 他们有很多很多款 然后你可以自己DIY的 然后你也可以选择他们已经做好 他们有非常非常多 很多有那种类似香水类的啊等等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特别的蜡烛哦 所以可以推荐给大家 那除了这一款以外呢 我个人呢还有很喜欢的 呃外国的蜡烛哦 那这个呢基本上在我家的影片当中 如果你很仔细看的话 应该就会看到哦 通常你可能会看到的是这两款哦 拍给大家看 这两款蜡烛 这两款蜡烛我都在Amazon上面购买的哦 它是我现在目前用的蜡烛当中 我觉得它的味道持久性最高的一个蜡烛哦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它呢你只要点进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这个味道散播的很远以外呢 它的味道持久力超强 所以我只要全家 就是假设我家是三十几瓶的房子好了 我只要点一个蜡烛的话 就会全家都是香味哦 那它的头大概就是会长这个样子 三个的 三个不一样的头哦 然后这个在亚洲应该比较不常见 然后在 呃国外蛮常见的就三个头哦 然后我最喜欢的味道是 它们这款香槟 香槟的Toast 然后它就长这样 三个头 一样都三个头 这一款香槟味道真的好香哦 很像就是那种你去蜡烛专卖店 或是精油专卖店那种香味哦 我真的超级推荐给大家 它是这一款 是这一款哦 好然后呢 再来我下来推荐的是咖啡机哦 我知道很多人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超爱喝咖啡的 所以很多人都会来询问我关于咖啡机的问题哦 那咖啡机呢 我有两个比较喜欢的哦 你可以看旁边的这个影片哦 现在你目前看到的这一款是我最常使用的咖啡机哦 那它并不是一个呃 自制的品牌 它就是一个应该是说杂牌 那我当初会买它的原因 是因为我买了呃我要的咖啡的胶囊盒 可是因为呢 那个款的咖啡机呢 是美国的 那因为它是110V的电压 韩国是220V 所以没有办法符合 所以我只好再买了一个别的机器来再暂时使用哦 那我推荐给大家就是 如果你要买咖啡机的话 你如果想要用我这一款型的胶囊的咖啡机的话 你可以选择原厂的哦 那因为Nespresso的咖啡机 我觉得它比较适合你喜欢咖啡 很浓很浓的人 可是呢 因为我个人不是喜欢那么浓的咖啡的人 所以呢 呃这么浓的咖啡机 其实对我来讲有点不太适合 可是欧巴是超级喜欢 如果你是喜欢黑咖啡 或者是喜欢咖啡很浓的人 我就会很推荐给 呃买Nespresso是很适合的 那Nespresso它也有很多不一样样子的咖啡机哦 那我们家的是有奶泡 你可以看到照片的这一款哦 那这一款呢 我们家已经用了应该有个蛮多年了 应该有个三四年的有 那一直到目前为止 我都觉得很不错 那这两款的咖啡机呢 也是我觉得很适合送人家当礼物的 一种选择 然后再来呢就是 呃如果有看影片中会常常看到一个板子哦 我现在放在旁边这边 这一款板子呢 是我觉得买了以后我觉得CP值超高的哦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觉得家里呢常常如果有一个板子的话 增加很多气氛哦 不管今天是什么节日哦 呃有时候圣诞节的时候万圣节 有时候是小孩生日或者是人家结婚纪念日 呃老公生日小孩生日 不管就是很多节日或者是新年等等 你都可以更换上面的字哦 那因为它的设计我觉得很美 那它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哦 那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 拿来当送礼的一个选择 然后最后一个我再来介绍的就是 我最近新购入了一个新的商品哦 照片在这里 它是一个睡眠的机器哦 那为什么会选择它呢 因为小抱睡觉是一个非常怕黑的一个孩子 然后呢因为它又不能够说完全开灯 可是如果说开那种夜灯呢 它又觉得好像亮度又有点不太够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试着想让小孩子单独自己睡觉 所以呢对小抱来讲就是有点困难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后来呢就决定说 今年的圣诞节就是前我们决定要帮他买了这个 呃睡眠机哦 那这个睡眠机呢可以有点像宇宙那种感觉 然后就可以就是跟小孩 它除了有宇宙的那样 它还会有音乐啊等等 它有很多不一样的 它有声音 有可能有鸟叫 有海浪有什么什么的 可是它的灯的那个颜色 就是会有那种很宇宙的feel这样子 然后它是一个超级好的选择 因为第一个它不贵 第二个呢就是小孩子会觉得它很新奇 因为它会一直听到不一样的声音哦 然后小抱自从有这台机器之后 它的睡眠品质真的是增加非常多 入睡时间也变得比较短哦 所以我也很推荐给大家这一款新的机器 那今天呢 我的圣诞节礼物介绍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